西城雪市 沈西城 林康正 Baby 屯里论峻 天下大事 香港日是 昔日往事 湯都是破坂山脑域 桃át川 平记瑿 gag堂 此雪 沈西城 沈西城 江妹裡 here 石川edy二中国 向理 words 金美蜜 エーランド文革謀 壁聲音 亦三深 湾農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沈大哥刚刚经过风灾 在广东、澳门、香港、台湾有不少灾害 最近有很多风灾,菲律宾有山竹之前有寻习 在美国也有很大型的风灾 香港就比较好一点 最后山竹就没有原本预计出得那么正 现在偏离了一点之后 大流灾害到风促比当年的温代 约克有点劲,刚刚仅次于爱伦 这次很幸运因为旁边广东也有人不幸死亡 台湾、菲律宾也有人命的伤亡 香港就没事 沈大哥在打风来之前有没有买好胶纸去贴 我就觉得很好笑 先讲林郑特首的表现 我都给他85份 事前他是疏散那些理员会的 帝王特首的第一点 又没有人死亡 很厉害的啦 只是不过呢 打风第二天的早上的策略呢 不叫那些打工仔 那些普通白领家休息呢 就扣了成小份 因为造成温暖 其实是你猜到的 交通一定不行 你叫他上班干嘛 叫他上班干嘛 这些都是小小的 沈大哥我听了林郑或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的解释 如果第一是没有一个制度去评估到之后 打风的情况 第二就是如果突然间不上班 经济损失是整天的 评估不到的 你都很疯疯的 汤律师 你还做律师 大律师 我真的不懂跟你说话 那我问你如果那个星期一那个风到星期一还是十号波 那又怎样呢 你一样不上班 是啊 是不是傻的呢 你说这些话 我不是想说你 你是大了嘛 你有头脑的嘛 搬失是无可估计 什么是无可估计呢 人命关天出事你不就还死 人命在搭车怒怒暴动你不就还死 或者暈倒了 暈倒了 当是有人暈倒了 有啊 但后终没有生命危险 如果鼓动起来暴动啊 混乱啊 造成经济损心的重大 香港人的心大国你觉得都算是好呢 算是好 是的 但是其他地方真的是 这些人真的打架了 质素远比你弄大壮高 是的 这些不是诽谤 你问一下人 你自己问 无以估计 半日无以估计 如果你打整天风 那一样是不能上班 是不是 如果你上班 造成这么多混乱 如果有些人不要老鼻 就吵起来暴动骚乱 那些损失就还无以估计 嗯 不痛啊 这些是怎样呢 等于我们蔣委员权国 强辨 强辨 不成理由的强辨 喂 有些人还会说 他说你不上班 你有纪律铺都没有 那些神经有纪律铺都一定要上班 是 记者都要上班 这是你的天职 但是呢 那些 朝九晚的那些 可以不上班 是吧 那损失什么呢 我问你 有些经济损失什么呢 香港有大把水 难道损失一日有五百亿 或者是不开市 五百亿 不能买股票 唉 你不开市半天呢 如果你十号风球 你都没得开了 那我想问你 你会不会损失五百亿呢 你那只沙中市 那个高铁都不止了 是 你说你这些都不合理的话 万一人暈了 那个人暈了 有两个人 死了 人命损失你 是吧 是吧 你知不知 你是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这个可以避免的 以还为先就是说 如果我估计到你 你打完风 一定地下有很多树 这些人都想到 即刚刚刚看过那条片子 到很多玻璃 那些狗都不出来留狗了 狗都知道不出来留狗 人那些 好啦 你叫他上班 你一定造成混乱 而且你知道了 那些现餐那条铁路 平时 下雨都有时 流水 那条铁路一定有问题 想都想到的 为什么不可以休息半天 我们趋势安 可以做得这样 广东省都可以 是吧 这个呢 当代 你真的说没理由 你不混乱 你是大壮 你说出来你自己都觉得 哎呀 为什么我说这些话 是吧 林郑说 你又说 我听完之后 我不要出声 是 是 人家赌场不开 那怎么办 是吧 你不要说 譬如你那天 十号风波不下来 是 是吧 嗯 你自己造成 自己不必要混乱 就不要委屈 整天下这儿 我们有少少 是 做得不是 所以 就是85分 扣了15分 下次我们会跟进 我还觉得你 就不要强辨 嗯 知道吗 强辨呢 如果呢 如果呢 掌戒锡 老先生 那些国员歪了你 撑什么 就撑什么 是 撑什么 就叫你撑戒 就是 就好像大陆那样 逼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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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如果有很多样东西 就是说 今次有问题 是 等等 好 你等下沈大哥 是 掉了 十字咪,你也聽到的 阿沈大哥,那天你有沒有出去學跟年輕人 我見到出去看浪,他看風,我見到有人游泳 我看了,他被捲了他就算死 我會捲不到 你捲了他也沒有救 你明知故事,你叫人麻煩 人家怎同情你,是他勇敢挑戰 你這麼勇敢,勇敢的時候 你同意去搏鬥 你捲了他,又要麻煩人家救 救不了人家還要揹鑊 這些人是否用來抵死 沈大哥,平時香港的台風不夠勁 香港人對台風的意識不是那麼大 譬如港盜民今次的風會很勁 就不是一般百號的風球 那些人都會之前那晚玩到好東西 其實這些風,有很多人就暴露了我們香港人的傳統特質 執書行頭是慘惡買家 推去超市買東西,買了它 那些膠資炒得很貴 你很幼稚,你幼稚了什麼呢 搶糧搶水,你很幼稚 首先你要明白一件事 打風頂籠,一天半天 有一個小時,這幾個小時 你不吃幾個小時的東西 你會不會乖老陳? 不會,當然 那你不可以去買,不用搶 你可以買定些,不用搶得那麼厲害 好了,膠紙 第一,你去搶就貴了 第二,證明這些奸商 日本呢,還買便宜些給你,幫你 我們的奸商,香港炒過幾倍 八十,這些也是PK有利 真的到沒有人有 我見到有小巴,星期一做過一百百兩百 這些便趁勢的打劫,這是中國人的本質 日本人呢,如果有膠紙買百元,他會買四元 他幫你,他不會加價限價 而那些人亦不會欠來買 最好笑的 買了東西 掃了假的食物 我想不幫巨峰來一個禮拜 不用 而且不需要這麼緊張 誰都知道風頂了兩三個小時 它掛十戶 但它是真正打兩三個小時 風都開始弱 有人出去 有車走 怎會沒有東西吃 為甚麼要這樣 不要執書 這些心態是很不遙得的 香港人真的不適合 但翌日表演 白領階級令我刮目霜看 走上班 還有大波走上水 我說好 事其事 非其非 這些就好了 如果翌日真的暴動 西北真的跟他們吵 如果沈大哥給你 那天會不會上班 不會 扣薪金 不扣 如果我是老闆 我已經會通知 WhatsApp 叫秘書 明天不准上班 人工照資 人工照資 沒事 一定 老闆一定要這樣 而且你明知他不能上班 回到你又想著怎樣下班 你沒有心機做事 你做來做甚麼 樂得做就純粹人情 老闆如果這些氣派都沒有 你不要做老闆 根根計較 林鄭又不是 她想不到的人 有些人又不向她報報 你好打 等你一個人做 其實你出來 你打風就不需要你 只要張建宗做的 這個政務司做 就不用特首做 可能每個人都認為你打得了 不需要你做 張建宗昨天回應了記者提問 想不到這個風那麼嚴重 所以失去預選 這個不要做了 這個政務司員不要做 被沈大哥做了 是 這些說話都說得出來的 一早天文台華 厲害的了 你現在來說 想不到這麼厲害 那你就馬上打屁股 張建宗 是不是吃得甚麼多 失了 是不是傻的 你不是罵的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你不要說那個 大哥 我想不到這麼厲害 一早天文台華 超級台風 你有沒有看報紙 隨時會吃人 哎呀 大佬 你是政務司 你說這些說話 哎呀 沈大哥很脾氣 有時都懶惰 喂 你是政務司 一早報紙 登 超級台風 千文台告訴你 密切留意 是不是 你告訴他 想不到這麼厲害 你接不接受 你同不同意 他沒有看報紙 沒有看天文台 那你怎樣做政務司呢 電視也有說啊 大佬啊 你隔壁朋友說要買好糧 接著那個故事 拆了膠紙 哎呀 大佬 膠紙 爭也有些道理 因為玻璃裂了很麻煩 是 碎了周圍的 我可以告訴你 當他聽到風 朝日來來 如早買定了 他說了整個星期 是 那我家人呢 幾元已經買了去船 為何要到臨急 臨急 臨急 星期六才去買 對呀 你買定五元 六元 買十元 六十元 不會浪費的 他總會再打風 這些就是你自己的失策 做人很多事情 在這樣的困境或者環境當中 就是看出你個人的品質和你的智慧 就是好像張建宗先生做這個政務司 人工是很高的 但是說出這樣的說話呢 真的 我不要出聲 是吧 我猜不到他 你不說好他 明天就被人罵了 又打嘴了 是吧 尤其是《蘋果日報》社論 露鋒先生 真的 我都不認識他 我都提提他 這個事情要討論 要不是罵他 要提醒他 你下次不要這麼天真 說你這樣 你無稽之談 跟湯律師差不多 即是你那些是覆不了項目的 這些不是誹謗 你自己聽回來說的話 你自己會這樣說 我不是罵你 下次想過才會說 你講出來 只會被人罵 不如不要出聲避免 哎呦我病 算數了 黃青華最厲害了 很舒服 不出聲最好 你要講就講 你有點點 是吧 怎會猜不到 你是萬人之上一人之下 是吧 總之我不會出聲 真的不好意思 這些 在港英時代的官 非常好 你不要說 我們早過去的官員 水準高過他 嗯 有些省市的官員 很有項目的 反而京官一般 因為京官不敢亂說 很厲害的 人家吹小我 你說他肥肥肯 普通話吹小我 大哥 他做得好過我們 一年就給你們九千元 上週放假 你看多厲害 你都要飛 今次天隔 他出事了 今次他沒出事了 是啊 你看我們趨勢 我是稱讚他 我不認識他 我不是叉鞋 我就稱讚他 上次天隔 他背了 今次聰明 多聰明 聰明到沒得再聰明 是吧 完全沒事 聰明 聰明 中方半日加 九十五分 是 這就是 是其是非 其非 我們不是跟人有仇 我跟林鄭有仇 我向你來 不幫我跟張司長有仇 不幫我跟湯家華律師有仇 我們說話 真的 譬如我們說的節目 我們要忠衡 你是對就對 不對就不對 是吧 你說損失經濟 損失得多少 一天半日 就算天災造成 你損失一十天 你也沒辦法 是吧 一些秩序亂 還損失經濟 天災 對不對 人家猛家 喂 美國 成幾個禮拜 是呀 那怎麼辦 人家一樣損失 那些風從東浪吹到西浪 不是這樣說話 這樣暴露出 原來我們所謂的律師 那些死像的質素 就是有一個問號 真的有一個問號 明白嗎 而且當總人 投向某一方的時候 聰明就變成笨人 精製就變成傻子 你覺得不可以 他自己沒有了自我 他沒有了獨立私有的判斷能力 這樣就很糟 老實說 這一班的香港人 說真的你都上了岸 何必呢 何必臨腦 須收尾 我就覺得很痛心 是吧 失去別人對你的尊重 你覺得你壞了什麼 此過的人 別人對你的尊重 尊敬很重要 據我來說沒用 他們可能不會想到這件事 是呀 下一集就說